12月16日,电影《智取维虎山3D》在北京举行盛大首映 导演徐克兼证黄建新,接主演张汉宇、梁家辉、林庚新、佟丽雅 韩庚、陈晓等主创亮相 此外,影片于15日晚在北京举行观影,结果获得一致好评 相比之下,一部之谣却遭到吐槽 有网友调侃,张一谋有三枪,冯小刚有四人定制 陈凯歌有无极,江文有一部之谣 有业内人批判,该片除了配乐外一无是出 水准甚至还不如周杰伦的天台爱情 对此,监制黄建新也予以了评价 不同的看法,不同的想法,也就是不特别正常 因为,我刚才也说,林徐徐道远在文达里来说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,几十年的电影 我们有成功的时候,也有失败的时候 我们有做杂的时候,然后反过来再做唱法 就是,这就是电影我们的想法 所以,对这些东西,我们一方面当然得到一个大家的特别高兴 但是,实际上,我们心里,心里很准备的都,就是在经历这个过程 也没有特别的,这个,这个,去刻意去想这个事情 虽说,该片好评如潮,但作为主演的韩庚却再度被调侃 早前,英科串变形金刚四被网友调侃打酱油 在新片《智取为虎山3D》中 戏份不多的他再度引发热议 对此,韩庚业余混沌当天做出了回应 我当然不是,我说刚刚我在谈说我是主角 没有我的话,这个戏也不成